哈囉 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就來是我們的傳說對決啦 傳說對決在我們7月4號的時候 因為好像是傳說日吧 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應該是有機會獲得什麼東西喔 這邊有這個幸運召喚池 而且看起來好像有什麼全英雄全造型的東西啦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 究竟我們7月4號傳說日究竟有哪一些新東西喔 這個是我們的幸運召喚池 沒問題 點擊進入看會發生什麼事情喔 來 讓我看看齁 我們最近才剛抽完羅爾的那個 次元突破 然後這邊的話 幸運召喚池 這邊的話呢 基本上是有這個刷新的功能 刷新會出現5個隨機碎片 收集並購買5個相同的碎片可以獲得該獎勵這樣子喔 看一下碎片商店是什麼東西 裡面這些東西的話好像是可以買的東西啦好不好 那應該是可以拿到一些 英雄跟一些造型 但是實際上我也不知道到底要 要怎麼弄耶 這個 問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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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已購買的碎片 我也沒有買 那旁邊的話 普通刷新跟高鐵刷新都是0的票券啦 所以我們先來普通刷新一下好了 好 然後這些的話是我們的這個 喔 碎片 欸 這邊有這個耶 硬吹雪卡芬妮的碎片耶 然後這個是要用碎片 然後去把這個造型給他買起來這個意思嗎 這感覺是這樣子 所以你基本上是可以用這個來 刷新碎片然後來買造型這樣感覺是不是 目前看起來是這個 幸運召喚池 然後還有這個什麼團隊拆割對決的東西 好不好 那 目前看起來的話 看活動大拼這邊的話 目前是有這個 24號的話是星魔士 就是祕法狂潮 最近應該會晚一下 他到7月31號而已 然後這邊還有這個 登陸送不掉心的卡片 然後還有傳說音樂節 我記得我好像有看到一個什麼那個 全英雄造型的什麼東西 然後這個是傳說幸運箱降臨喔 你可以獲得這個幸運箱的 然後這個是不掉心的這個卷子 然後傳說音樂節 酷跑酷就之前那個 然後這個是星魔士喔 所以這邊的話 目前來說24號的話 應該有這樣非常多的一些東西 這個是買造型反饋點 看起來好像就是這些了喔 那那個什麼 全英雄全造型的東西 這個吧 現免暢玩好不好 只是造型全英雄 所以基本上你是可以 就是現在玩的話 你基本上是可以直接就是 有各個角色 你可以直接體驗各個角色的那個唄 各個角色的那個造型的樣子是不是 應該是這個樣子 我們先看一下那個 一般的這個挑戰就來看一下喔 應該是可以去制定這邊選吧 我們來看一下喔 訓練營 自由對決 這個應該是娛樂模式 然後 也沒有自己可以制定房間的啊 那個 制定 制定1v1 嗯 不然就這個 然後 然後我們開始遊戲 好像沒辦法耶 這制定好像就是一定要家人對不對 我原本以為我可以自己那個耶 還是其實我們現在就是每一隻英雄的這個造型 我們都可以自己去換 看起來也沒有 他這邊還是要購買 哇 而且我們的那個耶 我們林地居然有這個死神的這個造型 太太美了吧 好像有點酷 到時候可以買一下 看不懂那個造型是什麼呢 應該是那個吧 就是 全英雄全造型 你應該是可以就是 去那個 現免好不好 英雄造型現免的這個東西 所以大家可以來這邊 來玩一下這個現免的東西 好 那我們這邊就來打一場一般場喔 基本上應該是那個啦 我剛剛有看一下好像是 死屍造型跟英雄全免費喔 所以大家都可以來體驗一下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來玩個 射手 然後來玩個那個 卡芬妮好了 因為我們剛剛有看到卡芬妮的就是那個 陰吹雪的造型 對不對 但是這邊的話因為陰吹雪他好像不是死屍的 他是傳說造型嘛 所以不能用喔 這樣子感覺 然後他其他的話應該是 這個的話應該是死屍造型 所以可以用這樣的感覺好不好 然後 卡芬妮其實我目前看起來 我自己應該也是會 蠻喜歡的耶 而且陰吹雪的話感覺到時候如果 能夠看一下那個碎片的東西的話 應該是可以來看一下 要怎麼取得喔 那那個碎片的話 基本上不知道幾片才可以換成一個造型 如果有造型的話應該 可以嗨一下好不好 而且陰吹雪的話應該一定是那個 好不好 應該一定是那個講日文的好不好 我們就可以日文講聽爽爽 到時候會不會哲平的每一隻 那個傳說對決的這個 英雄角色全部都講日文 也是有可能的耶 日文角色收集玩家這樣子 直接給他日文玩爽爽 好那我自己是沒有玩過卡芬妮啦 我們就來玩一下卡芬妮 看一下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如果大家是卡芬妮的專精玩家的話呢 也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好不好 我們這邊看一下卡芬妮 究竟好不好玩 我個人是蠻喜歡他這種設計感的 好不好 女僕感覺就是一個 沉默寡言女僕類型 好Let's go 看起來目前的話招式是有三個廢話 傳說對決哪個角色招式不是三個 然後被動的話 卡芬妮可以移動攻擊 對野怪造成傷害會降低50% 所以英雄等級恢復喔 卡芬妮裝備提供的攻速 將轉化回物理攻擊 喔所以基本上出攻速裝的話應該會蠻不錯的喔 然後這邊有這個 脈動這個砲 先看一下 所以他應該是攻速越快 自己傷害越高了吧 所以這個應該是可以考量在那個 出裝上面 然後他普攻的話 欸很像在玩射擊遊戲耶 哈哈哈 超像在玩射擊遊戲啦 夭壽 哇我們隊友掛了 對這個 敵人是零零 超像在玩射擊遊戲耶你看 敵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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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個看起來是怎樣 所以切換煉炮模式是可以位移的 但是位移之後馬上就變成這個 BiuBiu模式了 喔 我直接被炸爛欸 我剛剛雖然一次殺兩次 但是我直接被炸爛 欸這隻我覺得也是頂有趣的 然後 他的那個 切換成那個煉炮模式的時候 欸這是什麼東西 音樂派對開始啦 欸這個應該是那個吧 我們最近 因為724號的話是那個傳說日 啊傳說日最近的話是那個音樂DJ模式嘛 所以應該是那個有相關的東西 哇上面那隻好像有點猛喔 所以現在來說的話呢 他的這個普通煉炮模式的話 他的二技能會變成這個加速 然後變成大的那個就是光炮的時候 他是會那個 變成那個位移的 對 他會變成位移 蠻酷的 所以 基本上追擊或是幹嘛之類的 可能也是必須用這個方法來 來搞一下這樣子 喔這隻我覺得頂有趣的 煉炮 咻咻咻咻咻 咻咻咻咻 咻咻咻咻咻咻咻 喔 nice 喔齁齁 那大招蠻厲害的喔 我應該要回家了 欸不是 我應該要充電家回家了 電量值這樣20% 有沒有機會在20%之前把這扛給他結束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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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完了完了 電量不足啊各位 怎麼突然沒電了 啊怎麼下落這麼多隻 加速過去 可以就是先換這個煉炮模式然後加速過去這樣 這場的話我覺得大概就只有上路比較 比較難受一點點吧 凱撒路可能比較難受一點點 其他路好像都還蠻不錯的 而且我才發現他 他其實畫很多欸 塔芬妮 我以為他是一個沈默寡言女僕 結果不是了 他其實很多畫了 哈哈 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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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啾 哇我已經無能人敵啦各位 不過這個是一般場啦 所以比較可惜 如果排位賽的話我們就很爽了 直接再升 升一個排位這樣 哇可惜 欸 我有殺死一隻嗎 好像沒有 尷尬啦尷尬啦 我先看一下能不能有一個 緊急的應急措施 插個墊 插個墊 插個墊的話可能陷入啊 或是畫面可能就會有點 雜雜的之類的 這個再請大家見諒一下 我們也要撐到這場結束啦 好不好我覺得應該是ok的 這場看起來對面應該 應該還蠻ok的 不會太難 這隻如果大家有一個比較 推薦的一個接技或是玩法 或是粗壯的話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跟你們分享一下 因為我是完全沒玩過的喔 也不知道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 啾啾啾啾 真的很像在玩射擊遊戲耶 這隻 超像在玩射擊遊戲的 很high